歡迎收看 越來越好吃 我是祈蕙 如果你想要把一道簡單的料理 煮出深度跟層次的話 那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酒 那有一道法國的經典名菜 你一定吃過也聽過 就是紅酒配上牛肉的風味 紅酒燉牛肉 今天再次邀請到罐中主廚 來教我們做這道經典中的 經典紅酒燉牛肉 製作紅酒燉牛肉需要的食材有 牛肋條600公克 紅蘿蔔塊100公克 馬鈴薯塊100公克 洋蔥塊100公克 牛番茄塊100公克 發棍4片 需要的調味料有 柑橘湖35公克 牛高湯600公克 紅酒250公克 月桂葉兩片 義大利香料粉2公克 無鹽奶油30公克 清鮮香料適量 紅椒粉2公克 酸奶30公克 麵粉適量 黑胡椒適量 鹽巴適量 哈囉 主廚你好 妳好 哈囉 大家好 又來餵飽我了 是的 沒錯 也來餵飽我們觀眾 沒有錯 今天這一道很經典耶 對 它就是算是一道 在法國很家常一道菜 對 然後也 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但是其實它烹調起來 其實滿容易 滿容易上手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什麼呢 對 我們今天要用牛肋條 牛肋條 為什麼會選用牛肋條呢 因為它牛肋條它有那個筋膜 它比較適合長時間耐燉 它的膠質也會在我們的醬汁裡面 會更好吃 所以紅酒燉牛肉 使用的牛肉部位 你會最推薦牛肋條嗎 對 就是有筋的牛肉 然後牛肋條是最合適的 OK 好 然後我們要來把它分切成 我們要的大小 然後像我們去超市買 它都是會一條一條 這樣真空包 對 沒錯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切 大概五公分左右 五公分 所以它煮的時候 會再稍微會縮 縮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 五公分左右 因為我自己在煮牛肉麵的時候 然後我也個人偏愛用牛肋條 是 對 煮牛肉麵的話 有些也會用那個牛健心 牛健心也可以 對 也可以 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分切就可以了 如果比較厚的話 你可以把它切小段一點點 對 然後因為這道菜 其實我們今天搭配的是 我們的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 對 法國麵包 然後這道菜你要去做飯 或去做拌麵也都OK 都很合適 沒問題 對 那我們這邊 我們麵包我們可以事先 如果家裡有烤箱 可以用烤箱烤 如果沒有烤箱的話 用鍋子去煎也可以 好 沒問題 好 然後我們這邊 那個牛肋條把它切好之後 我們可以加入少許的鹽巴 大概一茶匙 一茶匙的鹽巴 對 然後跟我們的黑胡椒 這邊是要讓它基本 有個基本的味道 對 這邊把它醃一醃 我們把它醃一醃之後 這時候要沾入我們的麵粉 麵粉 對 這邊沾麵粉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等一下 在煎它的時候 它在醬汁裡面 會有那個麵粉 然後在煮的時候 它會比較濃稠 對 有一點我要替大家問一下 包括我自己 就是我們從外面買回來的 牛肋條 對 要不要洗過 不用洗 我們就把血水擦乾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嗎 對 因為如果我們在 碰到那個水的話 它其實怕它有菌 對 真的假的 因為我都會洗過 對 牛肉的話不建議洗 不建議洗喔 各位 一定不要洗 要把它煸得有點恰恰 對 就是看你喜歡的 酥度怎麼樣就可以了 好 那還要再一下下 對 其實這道料理還滿簡單的 對 只是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點 了解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它 再加入麵粉 把它拌均勻 麵粉的量大概要多少 大概是它牛肉的體積的五分之一 這樣薄薄的一層 這樣子有粉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盡量讓每一面的牛肉的 身體部位都有沾到 各個部位 對 那我們這邊沾完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 準備來煎我們的牛肋條 好 我現在就要煎了 對 差不多 但我的麵包還沒好 應該差不多了 你可以再試一下看看 可以了 對 差不多了 這樣可以這樣 聽到脆脆的聲音 脆脆的 有 那盡管之後我們旁邊備用 好 然後這邊我們有 用到我們的紅酒 對 紅酒 然後這個有 會有很多人說紅酒 的話要用什麼紅酒 其實就是用 比較不甜的紅酒就可以了 然後家裡有剩的料理 紅酒都OK 對 然後我們這邊是用的 在餐廳都用料理紅酒 對 然後如果在法國的話 他們會用那個柏根蒂的紅酒 我知道 柏根蒂的很有名 所以它會叫做 柏根蒂紅酒燉牛肉 對 然後這邊我們有事先準備 我們的牛高湯 牛高湯要怎麼煮 牛高湯其實你可以去買 買一些那個牛骨 我們可以烤過 或者是把它汆燙過 加入水 然後跟我們的紅蘿蔔 洋蔥那些 一起去把它燉煮 然後煮八個小時 之後再把它靜置 這樣子隔天就可以把它 過濾完就變成我們牛高湯了 原來 對 然後這邊我們先把它熱鍋 好的 沒問題 然後倒入我們的油 那牛肉條本身就滿油的 還要再放油 對 因為其實這一道菜 會滿多東西要炒 所以還是要一點油脂 OK 好 對 因為我們有沾粉 主要裡面如果沒有沾粉的話 它煎的話就會那個 比較不會金黃色 了解 對 然後這邊我們就可以 不用太熱 沒關係 就放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這邊牛肉條 大概是準備的是一斤 大概六百克左右 六百克 對 的比例 然後外面一包的話 通常大概都是一公斤跟一斤 所以你如果今天 人沒那麼多的話 我們可以買一包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半 OK 然後甚至你可以一次 把它做起來之後 把它冷凍也OK 這個也算是可以去做 把它做成像調理包 可以 又是一個調理包 對 好 那如果直接把麵粉 醬在 加在那個醬汁裡面勾芡 是可以的嗎 也OK 也是OK的 因為我們這邊會先沾粉 是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的牛肉煎起來 會比較金黃 然後會有一層薄薄的殼 等一下去煮那個汁的時候 它會比較糊化 會比較濃稠 原來 對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放著 所以這道菜就是可以 很愜意地在家裡做 沒問題 然後就全程都大火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種家用的爐 爐火會比較小一點點 像我們煎完像這個樣子有沒有 它會一層薄薄的殼 我們把它至少要煎得 像這樣子一樣 好 而且好香 那牛肉的味道都出來了 然後剛好沾個粉 它可以把我們的肉汁也鎖在裡面 鎖在裡面 對 觀眾叔叔 你再幫我們拿一塊更明顯的 好 然後給我們觀眾看一下 我們表面已經有了一層皮了 對 看一下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們可以把它這樣子 煎一煎 那它的話 牛肋條的話 它是需要全部煮到全熟嗎 因為我們等一下是不是還要再把它 拿到鍋裡面去做 對 所以這邊如果不要煎到全熟是OK的嗎 對 因為這邊有筋 其實我們要把它煎到全熟 其實也不太好煎 對 所以就是我們把它 主要把它都煎上色 就可以備用了 了解 這個煎的步驟就是為了要讓 牛肋條的表皮有上色 對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好棒喔 對 如果把它上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先放旁邊 好 對 我發現你還滿會料理 牛的料理 真的嗎 你上次的那個 牛的漢堡牌 也讓我超級驚豔的 牛的料理都處理得很好 把它取出來 我們取出來的旁邊備用之後 我們用圓鍋去炒就可以了 圓鍋炒這些辛香料嗎 對 然後我們可以 加入我們的洋蔥 然後跟我們的 先加一半的奶油 奶油 對 這邊先把它炒上色 好香喔 對 我們先把它炒到有點像那種 褐色褐色這樣子 其實在挑選紅酒的上面 是 如果 真的是比較喜歡吃甜一點的話 也可以選擇甜一點的紅酒嗎 也可以 但是會建議說 如果喜歡吃甜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用糖去做 就不要直接用甜的紅酒了 是不是 好 我們再建議一間之後 一樣這些蔬菜 番茄 番茄一定要炒過 對 因為它的茄紅素才會出來 對 然後炒一炒之後 月桂葉 月桂葉 好香喔 這個牛肉的味道 好香喔 然後義大利香料 對 大概兩匙 差不多 兩小湯匙 然後肉桂葉 肉桂葉 肉桂葉 大概是三片左右 對 然後這邊讓我們炒一炒 紅蘿蔔 這個事先 先汆燙過了對不對 對 先汆燙過了 我們這邊先把它炒一大 如果你要用生的方式的話 也OK 因為你用生的 用生的話就是怕燉到最後 它會整個糊掉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它 炒一炒之後 然後再把它夾出來 對 我覺得其實在切這一種 好別是馬鈴薯跟紅蘿蔔 這兩個 我覺得我都會把它切成 很像你們切的這樣子 對 滾刀塊 因為可能很多人 他會切那種比較是圓形的 那樣子的話 可能它在入汁 就比較沒有辦法入醬汁 對不對 它這樣子可以比較好扒著 比較好扒著 沒有辦法入醬汁對不對 沒有辦法入醬汁對不對 然後跟它這樣子可以比較好扒著 比較好扒著 所以可以 譬如說你要再處理這種蔬菜的部分 可以選擇用這種滾邊 滾刀法的方式 對 我們這樣炒一炒之後 我們把紅蘿蔔馬鈴薯先夾起來 因為怕會亂掉 對 然後這邊番茄糊 番茄糊 先把它炒香 然後這邊可以開始小火了 這邊我們番茄糊這步驟 就是要把它炒到油油亮亮的 它味道整個出來 好 所以這個步驟 番茄糊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把火關小了 因為第一個 怕番茄糊會燒焦 所以一定要小火 來讓它慢慢地炒出亮色就可以了 然後紅椒粉適量 大概一湯匙左右 好 一湯匙 然後這時候我們都有加入粉類 這時候一定要小火 不然粉類會燒焦 燒焦 對 然後這時候加入紅酒 現在這個步驟就要加紅酒了嗎 對 我們可以先加三分之二 然後紅酒加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混均勻 然後如果像有些 有些如果家裡是小朋友要吃的話 這個要把它煮久一點 讓它酒精揮發 那如果我是一個超級超級 愛喝紅酒的人 我可不可以把這一道紅酒燉牛肉 全部都是使用紅酒 就是不要加任何水 還是這一道是不會加任何水的 這道菜還是需要加液體 因為我們要長時間去燉煮的話 如果你全部紅酒的話 這樣子它整個味道會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想說 因為以前做月子的時候 然後不是有那種什麼 用全酒做的雞 然後我想說如果是特別 想要酒味濃一點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麻油雞 那種燒酒雞 那種全酒的話 因為它的烹調時間 不會像牛肉烹調的這麼長 如果你一直去用全酒的話 這樣子它整個酒會用掉很多 然後整個味道會不太一樣 原來如果喜歡酒味比較重一點的話 就像我自己喜歡酒味比較重一點 我們就會留三分之一 等起鍋的時候再把它倒入 再淋下去 類似像我們在喝一些湯 加入藥酒的 一樣道理 對 那我們這個 把它煮到有點像濃縮之後 牛肉條 可以把它下去 好 這個時候下牛肉條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酒精是否揮發了 除了用吃的之外 肉眼可以判斷得出來 用肉眼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單純在燒紅酒的話 我們讓它把酒的火焰揮發完之後 就OK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長時間在做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酒精已經 揮發掉了這樣 然後我們這樣子 把它加進去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熱條 放進來 對 放進來 然後讓它這時候 已經整個都扒住了好不好 感覺這樣子就很好吃了 這樣子都扒住之後 加入我們的高湯 或者如果是家裡沒高湯 的話用水也OK 也可以 因為那個牛肉高湯就是 再更把那個味道層次 又一層一層一層疊起來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把它開火去煮 然後這邊可以加入一點 新鮮香草 我們今天這邊用到的是 我們的百里香 百里香 對 我們就丟大概五克的左右 那為什麼要那個 先下牛肉再下紅酒 我不能先下紅酒 再下牛肉嗎 把它那個順序翻過來 再一次 他沒有在聽我說話 不是 這有點繞 有點繞繩 明明就很簡單 我問他說 為什麼不能先加紅酒 再下牛肉 要先加牛肉再下紅酒 我們剛剛是先加紅酒 再加牛肉 對 那為什麼不能先加牛肉 再下紅酒 那是因為我們如果先加牛肉的話 紅酒下去它整個會 紅酒去泡到那個牛肉那外面的粉 它可能會馬上收進去會不好揮發 原來如此 對 你真的沒有在聽我說話 他剛剛這樣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不是 剛剛那個有點繞口 我想說 哪位繞口明明就把他兩個 就是應該很 而且他剛才差點把這個菜打翻 奶油手 我決定唱一首 不這麼感傷的歌 好 鄧麗君小姐的 他有一首歌非常的經典 因為你今天是做經典的 紅酒燉牛肉 對 所以我當然也要帶來一道 非常經典的鄧麗君小姐的歌曲 那就是 美酒加咖啡 是不是沒那麼感傷了 對 美酒加咖啡 我只要喝一杯 我只要喝一杯 想起了過去 又喝了第二杯 明知道愛情想流水 管它去愛誰 我要美酒加咖啡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我跟你說 這首歌好適合你喔 真的嗎 現在的你 現在的我 好 那我們這邊啊 我們已經煮到沸騰之後 我們可以先進行 第一次的調味 我們先加鹽巴 因為這邊我們是長時間 要去烹調 所以 我們會先用它的鹽巴跟胡椒 我們先讓它第一次 做入味的動作 了解 所以第一次的鹽巴 是不是 不用下那麼鹹 對 你就慢慢慢慢的下 對 我們這邊把它 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蓋蓋子 然後燉個三十五分鐘 然後燉三十五分鐘之後 因為每個人切的大小 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建議說 三十五分鐘之後 你可以先拿一塊用剪刀 先試吃一下它的軟硬度 如果今天家裡有長輩 牙口比較不好的話 需要時間燉比較久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再加十分鐘 然後最後我們要預留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去燉這個紅蘿蔔跟馬鈴薯 好 因為如果我們一起燉 這樣子四五十分鐘的話 它的紅蘿蔔跟馬鈴薯 它會爛掉 了解 那像這種燉煮的料理 很多人說是不是 因為他們像咖哩飯 它就是放到隔天就會很好吃 那像紅酒燉牛肉 它有加酒 就是它是用紅酒去燉的 它放到隔天也會更好吃嗎 更入味嗎 通常這種要滷的要去燉的 通常都放隔天會比較入味 這是確實的 所以會建議說就是煮完之後 要馬上吃也OK 然後直接放隔天也OK 也OK 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蓋蓋子 然後去燉煮三十五分鐘 就可以了 對 好喔 那我們稍等一下囉 太棒了 這個是我們已經燉煮三十五分鐘了 對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牛肉 它稍微有點縮水了 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加入我們的 剛剛有預先炒過的 紅蘿蔔跟馬鈴薯 再燉煮十五分鐘 然後再蓋蓋子 燉煮十五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太棒了 然後主廚這邊有幫我們 做了一個半成品 真的耶 肉眼看 超級濃郁的 對 它這個醬汁跟我們肉 它的膠質都會煮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是沒有勾芡的 但是它已經是濃縮 對 然後跟它本身馬鈴薯 它的澱粉 對 把它煮到糊化 所以這個東西 像我們之前有教過 大家煮過義大利麵 對 我們可以用這個醬汁 去炒義大利麵也都OK 因為畢竟是紅酒燉牛肉 是 我想要讓那個紅酒的味道 稍微再濃一點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另外優惠 淋上我們的紅酒呢 對 我們如果希望酒味 比較重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最後再加入紅酒 然後這樣還要再煮它嗎 不用了 就是我們把它拌一拌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最後 試一下調味 看它鹹味如果不夠 那就OK了 對 好耶 太棒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盛盤 好喔 我們的經典紅酒燉牛肉 完成啦 紅酒燉牛肉的製作大缸 紅酒燉牛肉的製作大缸 首先將發棍放進平底鍋 雙面煎脆備用 牛肋條切塊 加入鹽巴 黑胡椒抓勻 倒入麵粉後沾裹均勻 平底鍋倒油 放入牛肋條 煎至表面上色後取出備用 同一鍋放入洋蔥 無鹽奶油 炒至合色後放入蕃茄 月桂葉 義大利香料粉 紅蘿蔔 馬鈴薯拌炒均勻 再將紅蘿蔔 馬鈴薯取出備用 關小火放入蕃茄糊炒香 加入紅椒粉 2 3分之2紅酒拌勻 煮至醬汁濃稠後 放入牛肋條拌勻 再倒入牛糕湯 新鮮香料燉煮 湯滾後加入鹽巴 黑胡椒 蓋上鍋蓋燉煮約35分鐘 再倒入紅蘿蔔 馬鈴薯一同燉煮15分鐘 開蓋後倒入剩餘的紅酒拌勻 盛盤時加上酸奶 發棍裝飾 就大功告成了 經典中的經典 經典紅酒燉牛肉 開動 根本就是在外面賣的耶 對 這個就是外面賣的方式 餐廳 對 吃到的就是紅酒 就是這個味道 你在外面餐廳吃到什麼 就是這個味道 是 好好吃喔 而且我特別喜歡那個酸奶 對 加進去 它可以讓我們的 因為我們這個有番茄糊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些酸奶的話 它可以去讓我們的味蕾 它可以比較滑順 它可以比較滑順一點 而且那個紅酒的味道啊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濃 但就是它淡淡的紅酒 然後吃起來 整體感覺非常的Smooth 對 我們可以試看看我們牛肉 好的 試牛肉 然後這個軟嫩的時間 口感就是可以取決於 你一開始我們燉煮的時間 如果你喜歡軟一點 就可以時間拉長 然後燜久一點點 很嫩耶 而且很軟 然後它還有帶一點那個筋膜 一點油脂 對 所以牛肉調味 比較適合做紅酒燉牛肉 它的原因在這邊 而且好香喔 整個口香 都是充滿牛肉的味道 然後這個拌飯拌麵也OK啦 就是 主要我覺得這個 可以在家裡 可以做好一包一包 這個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個很棒 這個真的可以做出一包一包 然後把它冷凍 然後要吃再把它解凍 配上白飯 或者是配上這個麵 或者是法國麵包 都可以 又帶來一道 非常經典好吃的料理了 再次謝謝我們的 謝謝 謝謝 今天這一道 經典紅酒燉牛肉 你學會了嗎 如果還沒有學會呢 可以到我們 越來越好吃的粉絲專頁 以及YouTube頻道上面 都有詳細的食材清單 以及做法喔 更多精采節目的內容 請繼續鎖定囉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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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